詞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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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事情都會讓我們歸詳其他 妳如果真的要現在問我們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坐下來泡茶、喝聊天、喝瓜子 我真的講不完 太多這種東西了 所以我覺得這十五年非常非常的精彩 就是覺得這個 如果我 因為我畢竟是SHG的一份子 我們都是一份子 然後我們豐富了SHG 可是我更覺得是SHG豐富了我 讓我在這十五年就是非常非常的充實 然後也留下了很多非常美好的回憶 太直的 還好我有加入SHG 當初沒有加入那個 沒有啊 當初沒有人找我 只有華言不嫌棄啊 只有SHG可以加入 對 我覺得其實現在的演藝生態啊有太多種多元的類型 不管是 不是只是 只是 以往大家印象中的那些表演形式 我覺得會有更多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人的腦袋有無限的可能 然後拼湊起來就會有不一樣的展現出來的程度 所以我們不會去設限自己一定要做到什麼 反而是更期待能夠創新什麼 然後呈現給大家 呃這個也會努力 呃這個也會努力 對我是會努力 對 超辛苦 盡情期待 對 就是 大家可以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 對 只要有愛永遠都在 對 我們永遠都會在 不是啦 那個 就是 我們本來就是會有各自不一樣的工作規劃 然後當然今年最重要對我們而言 這個合體911慶生 包括這個15中年經典展也是最重要的計畫一部分 對 所以之後當然也會有其他計畫 但一步步慢慢來 但是可以保證的是 我們不可能從此就消失啊 對不對 三個人都這麼有價值 一定要繼續存在演藝圈 哈哈哈哈 Hivi也有來 跟人家就是臨時那個 因為我 我們上一次是辦記者會嘛 然後在那個門口 但是 自己 對自己真的想要像一個歌迷一樣 所以我是從買票去開始體驗 但其實我那天心裡想的是說 哇 應該會大排長龍吧 我在網路上都看到大家這樣評價的 就一來 哇 售票停沒有人耶 後來他們就安慰說 沒有沒有沒有 假日真的是人滿為患 我想說 好了好了 大家起來都在為自己的事業 人生各自打拼 那我就 我也就接受了 然後到後來進到展場 也是遇到很多的歌迷 那我覺得那天 我自己非常感動 因為就是因為人不多 所以我就有機會 跟一兩個歌迷聊天 跟交流互動一下 然後我才發現 譬如說有一個是從南投來 一個是從桃園來 特別是南投那個 他那天生日 他當天生日 所以有生日假 而他把他的生日假獻給我們 所以我就覺得 哇 自己 自己有這樣子的 能耐 然後能夠讓 一個人 對 我們不認識的人 可是這麼樣的愛我們 又覺得很感動 然後我覺得那兩個歌迷 或當場那天我遇到的歌迷 就 用他們的行動 就讓我自己 又肯定了我自己 對 我是今天早上的同事 就是他這個簡訊 然後我其實是非常的驚訝 然後我也覺得很萬事 因為他真的是在這個圈子裡面 都非常值得進入整備 然後他也提拔過很多的人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他是把一生都貢獻在這個圈子裡面 然後把他所有他能夠的資源 然後就是去成全都貢獻 對 在這邊就是 非常感到非常的萬事 對 希望他能夠好 謝謝 謝謝